她根本没有我们两个人的未来想过 我是真的喜欢她 我不想让她离开我 我都已经不再年轻了 如果她现在还没玩够 不想结婚的话 我觉得就不要再耽误彼此的时间了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君22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于29岁来自北京 是一名排球助教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现在要结婚了是吧 还是想结婚 我是想结婚 你有这个跟她结婚的打算吗 有 也有 那为什么来呢 你想结婚她有想娶你 但不是现在 她说的是两年以后 她等两年呗 我觉得我等不了 而且她现在 就是我觉得她太幼稚了 现在 比如说 我跟她在一起一年多吧 因为我是台球陪练嘛 就是平常会比较累 然后有时候下班晚 我就会跟她说 我说你来接我吧 她也不来 你说我一个女生下班那么晚 你就不怕我路上出点什么事吗 你能出什么事呀 你说我不是让你打车了吗 一天挣多少钱要打车 我不是没时间 我要有时间 我肯定有时间 你是没时间 你天天都玩游戏了 你是有时间吗 就天天钻到游戏里了 她工作吗 她那会儿没有工作 每次我看到她的时候 她都在那玩游戏 我就感觉这游戏 就是她女朋友啊 所以我就觉得 她特别不成熟 去年的时候 去年 我们的一周年纪念日 本来那天我特别高兴 就是平常我不怎么化妆 然后那天我还特地化了个妆 我就想应该 怎么呢 也得带我去那玩吧 我特别高兴我就出去了 结果她带我去网吧了 然后就进去之后 她就往那一坐就开始玩了 就把我晾一边了 我说那我怎么办 那我只能玩纸牌呗 我玩了下午纸牌 然后到五六点钟的时候 她问我她你饿了吗 我饿了 我说那吃饭你呗是吧 她二话没说 直接去吧台 泡了两种泡面过来 就连外卖都没给我点 就接着又打游戏了 对 我当时我就不乐意了呀 你说咱们俩一周年纪念日啊 然后就在网吧里一种泡面 你就给我打发了 你怎么着 也得带我吃点好吃的吧 平常我不是也总带你去吗 你看你想吃什么我都带你去 那天正好是赶上游戏三倍经验 我觉得机会挺难得的 游戏什么 我看你在旁边玩着不也挺开心吗 你哪只眼睛看我玩得开心了 我玩一下我纸牌 我有什么可开心的呀 你就别总因为这点小事跟我吵了 显得你特不懂事啊 你看你 你说刚才说什么 什么竞赛 亲 您自拍时还要用美颜相机 来治盖你满脸的痘痘等皮肤问题吗 想快速解决这些问题 找护肤老师夏飞 她已经帮助上千位客户 成功解决与痘痘等相关的问题 请记下她的微信 136155399 136155399 她在改变吗 她还是在天天玩游戏啊 还是天天玩 我让她卸载吧 她就不乐意 然后她说你干嘛非得让我卸载 我不就玩会儿吗 你得问问我为什么让你卸载游戏啊 她现在在游戏里都有老婆了 就那天我突然看见她跟一个人聊天 那个人直接说老公你干嘛呢 那就是一块打的游戏 我连她是男的是女的我都不知道 你可算了吧 不是真的你确实叫她老婆是吧 那这个是游戏里边的 游戏里的也不行啊 那你是要当皇帝吗 你现实一个老婆 然后游戏再来一老婆 你挺滋润的 我们就是一块打的游戏 你想的太好 那我让你卸载游戏 不是为了你好吗 你一天上班回来那么累 你就踏踏踏踏踏看我电视 然后休有了不是挺好的吗 是吧她回来我饭也给她做好了 那你吃完饭 那就一块看上电视 多好啊非得自己在那玩 也不理我 有一次吧 我发高烧 然后特别难受 我就给她打电话 打了头两遍都没接 第三次才接的 然后我说你干嘛呢 她说我刚才有事 我也没跟她记得 因为难受嘛 我说那你带我上医院嘛 我说我发烧了 然后呢到了医院 我在这儿梳着夜 她就在那儿低头玩手机 她也不说问我 你好点没有啊 怎么样的 然后我说你给我买瓶水去吧 口渴了 哦好 走了 就这样就走了 头都没有抬 水买回来了吗 水是买了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嘛 就起码你也得看人家一下吧 你说你是你过来干嘛的 那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我都病了 肯定是你重要 我不是在旁边陪着你吗 我就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多休息一会儿 我那么难受 我能睡得着吗 我推测一下啊 她应该还是对你有好的地方的 要不然你不会跟她这么长时间 对不对 那这个好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她算是比较听话吧 比较听话 她就是不会跟我大吵 就像她没有抬头 虽然她没有抬头 玩着手机呢 但是她也去给我买水了 而且还是挑的那种温的 这个我没有提前跟她说 我说要买温的怎么样了 就气节也很体贴 对她有 但是我就是觉得她特别幼稚 就有一次她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挺生气的 然后我就在这站着 我就不走了呗 走着走着我就停那了 谁都应该知道我生气了 对吧 我就想我看你哄不哄 你不哄我就不走 然后前面有一篮球场 她一看见 这好篮球场 把钱包手机全塞给我 进去打篮球去了 她就给我放一边了 对 然后我就想 你心够大的 你女朋友在旁边生气呢 就打篮球去了 我当时就想掉头就走 但是我一想 她兜里又没有钱 然后我说那等会她吧 等她出来的 我也没有那么生气了 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不能这样 你起码你过来哄我一下啊 你能看她说什么 你看我打球那么帅 你心情不就好了吗 倒是真有招啊 你别说 我真的不知道 这 她会对你说谎吗 你告诉我 会 就是有一件事 我记得挺清楚 到现在我都 其实想起来都挺生气的 她之前没有工作嘛 然后我偷我朋友 给她找了一个 过了有几天吧 我就说 偷偷地去看看她 结果我到了公司一问 人家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你说工作这么大的事 你不能骗我吧 我不是就怕你生气吗 我是想找一份 适合自己的工作 然后再告诉你 我现在不是找着了吗 你要是不想去 你可以跟我说对吗 我没有说拿刀架着你脖子 非得让你去吧 你总说我压力不也挺大的吗 你什么事你都要问清楚 你总把我当小孩 我能不幼稚吗 主持人 主持人他什么事他都要问 我出去见客户他都要问 是男的是女的呀 去哪呀 什么时候回来呀 你去多长时间呀 这工作也就算了 你看我每天穿什么衣服 他都管 你说我这么大个人了 我自己穿什么衣服 还决定不了吗 你穿的什么衣服呀 他现在你看穿的挺正常的 平常出去破的 裤子是破的 球鞋很不得也破个洞 然后穿个破T恤 然后戴帽子 帽子还得反着戴着 就我带他出去 我就感觉 这不是带个大侄子吗 那你当时怎么看上大侄子的呢 你们俩怎么好的呢 最开始见的时候 他穿的一身运动 我觉得还OK呀 然后再后来我就发现 原来都是这样的 当时谁追的谁呀 我追的他 那你知道他比你大那么多吗 一开始不知道 然后追他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就知道了 你不介意比你大七岁吧 不介意 你不介意他比你小七岁吧 一开始还是挺介意的 我就是怕 因为我比他年龄大嘛 然后就 是不是什么事都要让着他 好 就大大小小的事啊 都是我来操心 每天出门 伸手要钱 四件事 都得天天我来提应的 伸手要钱是一件事 怎么会是四件事 身份证 手 手机 钥 钥匙 钱 钱包 伸手要钱 哦 伸手要 全是你 啊 这厉害了 因为这口诀比较简单嘛 我伸手要钱 然后他就会想到了嘛 就天天这么提醒他 他都会忘 有一次就我们说去大理玩嘛 机票什么的都是我订的 还是特价的机票 就不能退的那种 然后到了机场 他跟我说 哎呀 我没带身份证 还埋怨我没提醒他 你平常你总是提醒我 那次你没提醒我 我就忘了 那是不是你平常吃喝拉撒 然后上个厕所 还得我提醒你啊 嗯 这个你现在想结婚是吧 家里人逼着你结婚吗 反正也催 也催 见过他吗 家里人 见过 哎呀 要不我说 他不会说话呢 就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 你去过他们家 我都去过去 哦 彼此都去过 第一次我去他们家的时候 毕竟第一次女孩 反而健身家长就会有些不好意思啊 什么的 就尴尬什么的 然后